大家好,這段影片是說2021年的M2 Form4的第一次試驗第五和第六題 剛巧兩題都是你看到的MI的題目 哪條難一點呢?兩條都不難,你問我當然是 我有點興趣先由5B開始說起 5A也是很正路的MI,整個格式我假設你認識了 5B就是怎樣用這個結果去計算這件事 首先就要比B部分的題目 怎樣用得著A部分這條線 人家永遠都是兩樣東西,如果你看到計算 看看人家的範圍,你證明了的由1加到N 他就由44加到66 所以你只能夠由K 由1開始加到66 那你唯有 即是1去到66,這樣計算多了 人家要到44而已,那你要選擇由1去到多少 你不是答我44,應該是43 對不對?首先這個是第一樣東西要做 第二樣東西,那裡面是不是一樣? 裡面很明顯是否多了過72 即是其實是K加1 K加2 過72 在這個分析裡面 一些constant 即是這個1過72 是可以擺出來的 OK 所以 當你這個 懂得這樣想的時候 其實外面抽1過72出來 就已經完成了 這個是第二步 OK 我想解釋給你聽 你明知道MI的APAC做完 一定會用的了 OK 希望你明白 中間要留意的地方 凡是涉及summation 都是看一下範圍 要不需要調整 看一下 多了的東西 多了一些constant 要不需要抽出來 OK 好,那看答案了 APAC N也是1 即是由1加到1 即是K本身代1 已經完成了 是不是? 那即是1乘2乘3 右手邊代1 是不是? When N也是1 那就是2乘3乘4 再超過4 那就約了 那即是1乘2乘3 是不是? 那就完成了 When N也是1 成功的 1分 接著 assumption 一定要寫的 這裡不能 assume N等於K 是正確的 因爲你已經用了K 知道嗎? 你不能說assume N等於K 是正確的 所以你作過另一個名字 在這個答案裏 是assume N等於M 是正確的 assume 這個答案 留意這個位置不是用K 因爲別人用了K 所以你作過一個 不要死故故 assume N等於K 你寫了K 人家已經有K 即是K等於1 去到K 死定了 你一個大靠岔 錯了 如果你這樣寫 錯了 這一分肯定是沒有的 這一分死了 那 assumption 就有一分 然後 算到 既然你用了M 那這裏就不是K 加1 是M 加1 那 應該是寫個 right hand side 出來先的 right hand side 就是M 加1 M 加2 M加3 M加4 over4 這個就是right hand side 左 hand side 你用個assumption 人家由1加到M 你由1加到M加1 那你就將由1加到M 用個assumption取代 剩下的那一塊 就代替K 做M加1 所以就得到這三塊 是吧 那剩下怎麼做 怎樣做到左 hand side 來來去都是 通份母 和抽的common vector 是吧 一看就要看到這些位置 自動做over4 給他 你乘回4 那你剩下 M 加3 加4 M加3 對不起 再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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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這樣 自動成為4 那你抽了一個common vector 出來 剩下M 加4 是吧 那就是right hand side 代替這個assumption 一定有分的 你在適當的時候代替這個assumption 就一定有N分 最後 合理地證實到 就有 多一分 結論 最後一分 通常都是這樣 說了很多次 這個marking scheme 好了 B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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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解釋了 一開始 只不過是給你們一些分數 抽個72出來 由1到66 減1到43 就是這兩個位置 OK 好了 第一分是很爽的 你只需要處理到 1 over 72 抽出來 哪怕你就是由44 加到66 都可以的了 你想不到這些東西 都已經有N分 那這個M代表什麼 這個M 就你看穿了 由44 去到66 就是由1到66 減1到43 OK 是這個idea 所以每處你一塊東西 就有一個M 最後當然要計對答案 對吧 這個是第五題 第六題 第六題 又是MI 不過 是要在matrix的世界裏面找 其實matrix的世界裏面 我還會玩MI 我不知道你怎麼看 我覺得 永遠都是容易的 你留意一下 When N 就是1 左邊就是M自己 右邊就是M自己 右邊你把1全部代代下去 這個約定了 變成1 1011 OK sorry A,0,1,B OK 一看來就知道 對吧 所以 可以看一下A部分 真正的难点是B部分 但是你做到A部分 你都8分有5分 其实都挺好的 我说你对不对 When n 等于1 搞定了 然后写准备数 这次真的可以用K 上一题不能用K M的K次等于这样 写个准备数 然后当M When n 等于K 加1的时候 Left hand side 就是Mk加1 就是这个位置 Mk加1 怎样用到 assumption 你有M的K次 那就是Mk乘M 那Mk 就是用 assumption 那其实都是两个 matrix 那就是乘 你很害怕 那就写下 right hand side是什么 right hand side 你根据题目 应该是这个 你便切发 将Left hand side 砌 到这个样子 你很害怕你砌到这块 其实不用怕 你这块已经砌对了 0 又砌对了 B的K 又砌对了 剩下来 是这块要变成 跟这块同款 那就是做什么 那就是做什么 通份母 是吧 它一个份母 A-B 那你就 将B B的K次 乘多一个 A-B 然后前面 就照够 A乘AK-A乘BK 是吧 我不用 因为拆了 对不起 寫多一次 寫多一次 对不起 A乘AK-BK 再加BK乘A-B 因为我想通份母 就是我说这个位置 上面那些 是搞定的 是吧 然后你看看 拆出来 这个就是AK加一次 接着就是-B的K加一次 这两个 那剩下那些呢 A乘K-BK 再加回B的K乘K 应该是互相抵消了 所以最后都是只剩下这一块 那所以下一步就出道了 对不起 那 最终到了 有了第四分 最后结论 有了第五分 最后结论 A part就是这样 最后的时间 看看如何取得这三分 看是很容易的 其实你都知道 希望做到现在 你的意识够强 Hands 即是摆明 用这个结果 A part就是做这个 怎样 Hands 你看到有个Matrix 50次放 记得 赫sir说过 一个Matrix 的指数要成这么多次自己 哪些Matrix 哪些Matrix 才方便的 大跟NoMatrix 才方便的 即是 假设这个是H和K 大跟NoMatrix 才可以做到这麽方便的 的玩法 但这个很明显不是大跟NoMatrix 这个是二分一 那怎样做呢 那又唯有靠 你都知道 是在说这个位置 对吧 那就是说 你要问自己 如果我知道A是什么 B是什么 N就肯定是50的了 这个你懂得看的了 如果我知道A和B是什么 哇 我就可以了 我就可以用右手 来计算了 那于是你再问 A和B在哪里出现 A和B在哪里出现 那其实背后就是问 M是什么 在这一题的 B部分 M是什么 20 二分一 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会回答我 A是2 B是1 请问这样想 对不对 如果A是2 B是1 你就解答了这个问题 你就可以回答下去了 A是2 B是1 N是50 正 带下去 请问 对不对 右上角 这个 A等于2 B就是1 好像很顺利 请问 如果你有些怀疑 哪里 令你产生一些疑点 没错 说了这么久 你自己看看这个位 他的第二行 第一个元素是1 但这些是二分一 很明显就是不混合 对不对 对不对 人家一定要M 是这里一个0 一个1 这两个问号就是分别A和B 但前提是这个要是0 这个要是1 但现在你看到B部分 这个位置都不是1 对不对 是2分1 所以刚才说的东西是全错的 当你这样带这些数据 拜拜 你这三分应该没完 对不对 对不对 找相同找不同 很重要 因此是要你留意 A和B是什么 OK 那再来过 那究竟 即是说 那你现在在这里投诉 我相信 如果你听得明白的话 那这个 不就是没可能是M 因为M一定要是 什么0 1 什么 这两个问号 是A和B 因为一定要是0和1 这样 那怎么办 那 那就找不到M 找不到M 就是找不到AB 找不到AB 就用不到A部分 是不是真的 这么多不行的呢 你记不记得 你记不记得 我举个例子 不如 如果MATRIX A是1 2 3 4 的话 那我想问2A是什么 将2乘入一个MATRIX 其实就是将里面的每个ELEMENT 都乘上2 所以2 4 6 8 那10A是什么 10A就是将每个ELEMENT乘10 12 13到40 那帮不帮到你想通一些东西 即是说 现在你要计的2 0 2分1 1 如果我要银山变这个做0 这个做1 请问可以做些什么 没错 就是抽个2分1出来 那自然这个就变4 这个就变2 你想想 如果你明白这个例子的话 你想想一下2分1乘入去 4012 是不是就变回原本的202分1 1 即是说 我先拆一些没用的东西 即是说 现在你想计 2 0 2分1 1 的50次方 没问题 你先将 50次方 我不管 我处理的 是这个matrix 我将它变成 2分1乘以4012 OK 这个是第一关 要破的 第二关要破了 那你说 正 终于都 吻合了 和这里 那即是A 是多少 没错 A是4 B是多少 B是2 哇 正 N是50 是不是一向都 终于都对了 做回刚才我们 搞错了的东西了 但是还有一个小问题 也不少的 这个问题 2分1 有没有分的 这个50次方 你看看 这个matrix 整个matrix 是50次方 而这个整个matrix 变成这样 的话 似乎50次方 是会 波及 2分1 那请问怎么做 那不如想想 什么是square 如果我们不要想 50次方 我们想 我们想 三次方 三次方 即是 自己乘三次 这样叫1 这样叫2 这样叫3 那即是什么 有多少个2分1 记得吗 有3个 那2分1 就是三次方 然后乘回4012 这个matrix 自己乘三次 是不是 那请问 现在不是3 现在是50了 即是说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要解决的 那你应该回答我了 现在不是3 现在 就是50了 即是说 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要解决的 就是这个 你要中了两关 第一关 你为了遷就M的格式 你要抽个二分一出来 不管50次方 不管A part 应用 放下来 处理了 这个样子 和这个样子 先问合 但是代价就是 抽了二分一出来 这是第一个任务 两颗星 第一个难位 第二个难位 三颗星 这个Constant 有份的 对于子兽 所以 就正常了 A B的N次 等于A的N次 乘B的N次 Core的Index Law 都是这样的 其实Mation世界 这个Constant 都是这样做的 是不是 OK 至于后面那个 终于是你很想玩的那个 2分1的50次 后面是什么 A是多少 A是4 4的50次 接着是0 接着右下角是2 2的50次 中间这块 麻烦点 可实写下来 A-B 然后A的50次 减B的50次 就这样计算 那怎么计算 首先 明了个难位 两个难位 过了关 我相信 未必个人做到 可实说到哪里 可实说到这里 当你明了所有东西的时候 其实你就写到这里 那怎么做 你不要忘记 外面有个2的50次 很多东西可以弱 你不是要乘进去的 这个是2的100次 2的100次 除2的50次 那剩下什么 就剩下2的50次 即是说你看到 我将所有的Base 变成2的时候 那当然这个等于2 是不是 那你就发现 有很多东西可以玩了 所以 抽出一个Common Factor 是为了和他选择 所以 最后剩下2的50次 减1 over 2 然后这个和这个 约了 所以剩下1 乘进去乘0 继续是0 2的100次 乘1 over 2的50次 和2的50次 最后这个就是答案 最后这三分是怎么比的呢 1 你懂得处理过 2分1的50次 和后面写到4012的50次 要正好 那就拿到A 然后M 是假设你 写错了 可能有人 外面写2分1 不要紧要 让我们见到你 懂得把相关的Matrix 用Part A的结果 代入去 就有这个M 所以我估计 就算不懂 你有做些东西 你这个M分都会拿到的 那就是8分拿6分 8分拿6分 即是七成半的分数 如果你提提都拿7成半的分数 你的份卷就75分 如果有8分半分 那也挺好 但是这题真的有东西学的 我觉得 这个B Part 是开始困难的了 所以你想像到七八九都是困难的 当然第七条我不会说 第七条是未考的 所以 Matrix的MI本身不难 但是Matrix的Property 这里玩的是 是不是 前面的那些难点 我写了这么多东西 是Matrix的Property 在这个位置 熟读了 OK 希望这影片帮到你 是这样